这些水壶每天都在使用 如果水质不好的话 你们就会形成厚厚的水垢 这样不仅不卫生 还会费电 影响水壶的使用寿命 大家如何快速的清除水垢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首先倒入少量白醋 没过湖底即可 因为白醋太多 水壶里会有一股酸味很难去除 然后放入土豆皮 鸡蛋壳 然后加入清水 将水烧开之后 轻轻摇晃 大部分的水垢就会脱落了 简单的再擦拭一下 就干净如新了 看这个过程 肯定有人会好奇 放白醋呢 可以中和水垢的碱性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要放 土豆皮和鸡蛋壳呢 因为土豆皮和热水 会形成有机溶剂 能够溶解水垢中的 无机烟成分 而鸡蛋壳上残留的蛋清 可以有效地去除油污 从而让水壶更干净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家里的水壶 还是蒸锅 一定要半个月就要清洗一次 因为常人的水